今天我们是安排了查考这个耶利与埃哥的第三章 第三章这里呢,大概我们说有66节 那如果我们来去看一下的话,我们发觉到说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也可以跟它分段,就是说分成几段来去查考 我们知道说耶利与埃哥是耶利与的一种很伤心很难过的情况之下把它写出来了 我们知道说耶利与他花了大概40年的时间来去警告这些以色列人 但是呢,最终啊,所得到的就是,怎么说啊,最终啊,就是说不成功了 发觉到说这些百姓啊,最终啊,还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去 所以耶利与埃哥就写了这个耶利与埃哥 所以说从耶利与埃哥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里面的这种伤心啊 可以看到他的里面的那种,我们说他的那个心境,他的心情 所以第三章啊,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大概到第十八节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可以描写他当时的那种,我们说他的心境是如何的 也可以说也是代表当时百姓啊,所面对的这种,我们说他们的苦境 为什么百姓会面对这种苦境呢? 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神啊,愤怒的葬,临到他们的身上 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说我是因神愤怒的葬,遭遇困苦的人 所以百姓啊,会经历这样的一种苦难,会经到这样的一种境况,是因为神愤怒的葬 那为什么这些百姓呢,会遭到神愤怒的葬呢? 当然这些百姓啊,他们来去离开了这个真神 我们可以看这个耶利米苏的三十二章 耶利米苏的三十二章 耶利米苏三十二章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三十二节 三十二章的三十二节 是因以色列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 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惹神的愤怒呢? 我们可以看之前的这些经文 比如说二十九节 公城的加热底人啊,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 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黎烧香,向别神交电,惹我发怒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觉到说啊,当时的这些百姓啊,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向别的神烧香 我们知道说神是忌邪的神啊 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是独一的神 但是这些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却来去敬拜这些假神 所以他们就因此啊,就出入了神的愤怒 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到耶利米哀歌的话 我们发觉到说啊,这圣经里面,这两卷书里面,它最少有超过二十次提到神的愤怒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终啊,这些百姓啊,就被掳到这个巴黎烧去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看第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当时的这个耶利米,她用她自己好像处在那种情况当中,还描写当时百姓的那种状态 所以你发觉到说,神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千万不要惹神的愤怒 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了当中啊,我们一定要遵照神的诫命来去做 如果我们发觉到说,我们真的犯错了 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来去诚心的来去悔感 不然啊,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是很难收拾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他大概内容描写了些什么呢? 比如说第二节他这样说 是神亲自的引导他进入了这个黑暗中 就是说神把他带到黑暗当中去了 这个光啊已经没有了,这个光明已经没有了,把他带到黑暗当中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单只是这样 你发觉到说他的这种描写就是说神不断的来好像说在攻击他 使到他的那个皮肉都枯干了,第四节这样说 第五节他说他用苦楚来去围绕着他 看起来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几件事情 第一,这个人啊,他的环境啊,他的这个环境,他这个境况不是很好 你发觉到他这个情况不是一件很好的,就是说 我们说不是一个很conducive,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对他来说,对他整个人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他会受很大的苦难 第二,你发觉到说他自己本身啊,会有很大的一种苦楚 他就是说可能会受一些痛苦的事情啊 第三呢,最难受是他的内心里面啊,带着很大的一种悲痛 一种苦楚,一种悲痛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十五节啊 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保佣,保佣啊,阴沉啊 这说到他内心里面的那种痛苦 或者是三节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他把剑袋中的剑射入我的肺腑 他把剑袋中的剑射入我的肺腑 不是真正的剑袋,我们说那个剑射进去 意思是说那种环境那种情况使到他内心里面啊,非常的难过 如果他真的是被那个剑射了,他就写不到耶利米埃哥,他就死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他内心里面的一种痛苦 所以你发觉到说当一个人啊,被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大概三方面的事情会发生 第一,他的环境不好 他的身体可能会受苦 第三,他的内心里面啊,是极其的痛苦 第三,他的心里面啊,是极其的痛苦 但是除了这之外呢,有两件事情也会发生 我们看第八节 我哀好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 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他们处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啊,他的祷告,他想向神祷告也没用 所以你发觉到说他的祷告是达不到神那里去啊 就好像我们看四十四节一样啊 四十四节他这样告诉我们 四十四节他这样告诉我们 神啊,他说你以黑云遮蔽自己啊,以致祷告不得透露 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黑云这样,神把自己用黑云遮住这样 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 所以告诉我们啊,这个痛苦的这种情况当中的人 我们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 既然他内心是充满了这个痛苦 当然啊,这个人啊,整个人啊,他是没有平安的 他整个人找不到平安在他里面 啊,所以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啊 啊,你使我远离平安啊,我忘记好处 啊,所以他整个人啊,是不安的啊 啊,所以我们发觉到说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啊 啊,首先我们千万不要惹神的愤怒 啊,我们如果真的犯错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心 啊,不然真的,他的愤怒的葬领到的时候 啊,你发觉到说啊,一节到十八节啊,某一些的内容啊 可能啊,这所描写的事情啊,可能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啊,你发觉到他整个人啊,就好像没有力量一样,无力啊 啊,我们看十八节啊,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啊,我在神那里毫无指望 啊,所以你发觉到说,他整个人是没有什么盼望的 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了啊 啊,所以你发觉到说,当他这样写了第一节到十八节之后 啊,二十节这样告诉我们啊 啊,我心想念这事啊,就在里面啊,悯,又悯 啊,就说当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啊,整个人的那种状态都沉下去了 啊,他就想到以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啊,其实对耶利米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啊,因为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 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四十三节啊 啊,你自被怒气遮蔽啊,追赶我们啊,你施行杀戮啊,并不呼吸啊 啊,这里在描写神的那种,那种惩罚 啊,主要是因为四十二节咯 啊,我们犯罪悲逆啊,你并不赦免啊 啊,所以这里都这样描写了当时的那种情况啊 啊,当时他们现在的情况当中,耶利米能够做什么呢 啊,那一段时间啊,他只能就是说哀哭啊 啊,我们可以看四十八节啊 啊,我们可以看四十八节跟四十九节 啊,我们可以看四十八节跟四十九节 啊,四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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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眼多多流泪,肿不止息 啊,所以他只有四十九节 啊,然后怎么办呢?只有在等了 啊,只有在等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惩罚的时间过了 或者神认为已经足够了 啊,比如说在五十节这样告诉我们啊 啊,只等神垂步啊,从天观看 啊,所以再一次的就是不断的只能在那里等待 啊,让神,让神的怒气来去消掉 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啊,如果看当时的比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啊,他们的状态是非常的,我们说他是非常的惨,是非常的可怜 啊,虽然是我们这样说啦,神的惩罚啊,是非常的可怕 啊,但是我们发觉到说在神的惩罚当中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盼望啊 啊,我们可以看回第三章啊 啊,第三章的二十一节 啊,第三章的二十一节 啊,三章的二十一节 啊,我想起这是心里就有盼望 啊,他想起什么事情呢 啊,当然是想起,当然可以从两方面来去看啊 啊,当然第一次想到神的怜悯啊 啊,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啊,我们不自消灭,是处于神诸般的慈爱,是因祂的联系不自断绝 啊,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是直到他想到神啊,不管怎么样啊 啊,虽然神有公义的一面,但是神啊,他慈爱,也看到神的慈爱 啊,我们可以看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的二十五篇 we can turn to Psalm chapter twenty-five 啊,诗篇的二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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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发觉到说 耶利米他看到这个 就是说他了解到神的这个慈爱 虽然在这个非常的痛苦当中 百姓他们是犯错犯罪来去得罪神 但是当他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 你发觉到说这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他说这个慈爱是很古以来就已经有了 所以不单只是这样 让他认识到神的这种 是说神的慈爱 其实神本身也跟他说 跟他说以后这些百姓将要回归 他用什么来去证据说 这些百姓会 要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来去让他有这样的一种 我们说有种很肯定 百姓会回归 如果我们看回耶利米书32章的话 我们就发觉到 如果我们看32章 我们发觉到神要他在这个犹大地 就是耶路撒冷这里来去买地 告诉他说你把这个地 这个地 这个栖要放好 把它收起来 买了那块地把那地栖放起来 因为以后这些百姓要带回来来做买卖 所以耶利米书他就去买了这个地 所以把它放起来 因为神跟他说七十年后 这些人要回归 因为这会再一次 再一次会有这个 就是说神会原谅他们 把他们带回来 我们看32章 耶利米书的32章 我们可以看这个44节 we can look at verse 44 44 在边亚缅地耶路撒冷 思维的各处 犹大的城邑 山地和城邑 高原的地 城邑 并南地的城邑 人必用银子买田地 在漆上花牙 将漆封建 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死被掳的人 归回 这是神说的 men will buy fields for money sign these and seal them and take witnesses in the land of Benjamin in the places around Jerusalem in the cities of Judah in the cities of mountains in the cities of the lowlands and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for I will cause their captives to return says the Lord 那如果我们看32章的 一开始的话 发觉到说 神就要耶利米 也来做这样的事情 来先去买地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32 we see God wanted Jeremiah to do the same 来告诉他 神是信实的 神会让这件事情 来去实现 to let him know that God is faithful and that he will make these things come to pass 所以你发觉到说 当张耶利米 虽然的百姓 经过这样的 都这种痛苦 神愤怒的杖 打下去 神愤怒的杖 第一节 第三章的第一节 那你发觉到说 在这种当中 还是有指望的 因为神跟他说过 他们要回归 虽然是这样 他想到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 指望 有这个盼望 但我们 当他处在这样的 情况当中 他怎么做呢 既然现在是 我们说受罚的时候 那也知道说 神应许 他们要回来 对待神的慈爱 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在等待当中 耶利米 他怎么做 首先他对神的 这种认识 就是说认识神 是信实 是诚实的 我们可以看 23节 3章的23节 他说每一早成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 既其广大 所以他首先 先要对神的 这个信实 他有很大的 相信 很大的信心 当他有这样的 一种信心之后 在他内心里面 他这样说 所以24节 这样告诉我们 我心里说 神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这不是一种 外在的一种表现 不是做给人看的 一种表现 这是真的一种 从内心里面 发出来的 因为他完全对神 完全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这样说 神就是我的分 我要仰望他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对神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相信 要有这样的一种 对神的信实 不改变 我们内心里面 是深深的相信 只有这样 你内心里面的一种 深深的相信 你才怎么办 你才能够 等下去 所以25节 他这样说 凡等候神 心里寻求他的 神必施恩给他 那些忍耐等候的 从内心里面 他去寻求的 你发觉到说 他会从神那里 得到这个恩典 得到这个保护 其实耶利米 它是 其实很不简单 其实他是 传这个警告 传了40年 其实你说他成功 其实从 从我们的 历史的记载来说 应该不是 很成功的一个人 因为他所讲的 没有人听 当他耳边疯 最终 神的惩罚就临到 他还要 现在还要在等候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要有这个心 来去等候神 26节 他这样也将告诉我们 人仰望神 静默等候 他的救恩 这也是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 有时你发觉到 当人 他处在一些苦难 或者困境当中 我们就没有 好像严厉你这样 你发觉到我们内心里面 开始会非常的 我们说非常的乱 非常的不安 那你发觉到说 可能你又开始来去埋怨 甚至在祷告中 向神来去投诉 其实我们没有好好地 来去审查一下自己 到底这些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不是真的神的惩罚 或者第二 是因为神要来去试验我们 首先我们应该先好好的 先安静下来 先去审查 所以在39节跟40节 他将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看这第三章的39节 伯人因自己的罪受罚 为何发怨缘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去审查自己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 如果是真的是因为罪的缘故 那我们当然在神的面前 是没有办法来去发怨缘 所以40节这里这样也告诉我们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要归向神 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 耶利米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态度 一种表现 你发觉到说 他会把 他会怎么说 来去看这事情的因果 是什么 它的原因在哪里 他知道当然当时的情况 是因为百姓的犯错 所以他要他们来去 好好地审查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 来去审查自己 来去知道说 好好让他们能够回转 将心来去归向神 那回转 就是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我们就认识到 我们就认识到 耶利米的那种态度 如果我们看这个27节的话 他说人在幼年 这个父儿这些人是好的 对我来说 这个父儿应该是说 当时的这种 以他当时的情况来说 应该是以这种苦难来说 他们苦难 当然啊 你在这样情况当中 你怎么办 你只有去担当 因为你当时的那种祷告 神不垂听 但是你知道神的信实 所以你必须要 忍耐地来去接受 所以28节他将告诉我们 他当独作无言 因为这是神 加在他身上的 因为他所犯的 因为百姓所犯的罪 所以这些事情 临到他们身上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只有独作无言 就是不说话了 刚坐在那里 不说话 所以耶利米就是要他们来讲 耶利米要百姓 来去认识 不单只要独作无言 29节这样告诉我们 他当口贴尘埃 或者有指望 你怎么让你的口贴到尘埃上呢 只有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 这样来说 把身体就是说 我们说弯腰 贴到地上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完全的顺服 完全是谦卑 这样的话 我们说你的身子 你的嘴 才能够贴到地上的尘埃 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的人 他们一定要对神 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认识到说有指望 在指望当中 我们要等待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因为神的怜悯 是会在的 神的怜悯 我们说会倒回来 因为神已经答应了 已经应议员了 之后他们会回归 所以31节到33节 他再一次的提到 神的这个慈爱跟神的怜悯 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主虽使人忧愁 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 发联系 因他并不甘心 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 这也是诗篇的作者 对神的慈爱的一种认识 这是诗篇的作者 也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诗篇的作者 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的30篇 诗篇的30篇 诗篇的30篇 我们可以看这个第5节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 便必欢呼 这是大卫的这种认识 对神的这种认识 虽然神是有他的怒气 不过他的怒气 他的意思是说会过气 但是神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藏在 永远把自己藏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撤离 就是这里挪离 离开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不断地来去 一生一世地来去遵守神的诫命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把你自己藏在神的恩典当中 因为神的这种惩罚 神的一切的 就是说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是神允许的 我们可以看回这个耶利米埃哥第三章 我们看三十七节 三章的三十七节 除非主命定 谁能说成就成 成就成呢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切的这种惩罚恩典整整的事情 都是从神这里来的 就是神引许神的作为 所以三十八节他再一次这样强调 他说 负负不是处于至高者的口吗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只有来去 怎么说 不管你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把神 好好的抓住 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不离开神 所以你发觉到耶利米埃哥的第三章 是非常的 怎么说 怎么说 里面是充满很多的这种宝贵的教训 他的这种痛苦 其实是 真的是 怎么说 是 是很可怜 他的描写到 他说真的好像说 人这个生命 好像要断绝 要没有了 一样 这告诉我们 是非常的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去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在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去悔改 我们要诚心来去向神来去祷告 虽然神的祷告 虽然他的祷告 看起来达不到神的垂听 但是他不断的审查自己 他还是继续的来去向神来去祷告 而且这种祷告是非常的一种 诚心的向神来去祷告 我们可以看第三章的四十一节 三章的四十一节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一首祷告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当中 神那一刻听不听 在那一刻时刻 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带着一个诚心 来去向神来去祷告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先审查自己 再来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 如果我们看最后的那一段 如果我们看五十五节到六十六节的话 其实他是在求神 好像说来去为他们来去伸冤 因为当然他们当时被掳 被掳离开耶路撒冷 这个犹大 所以他是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他好像是说来去求神 来去伸冤 来去帮助 我们看看这个五十八节 主啊 你声明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五十九节 神啊 你见了我受的委屈 求你为我伸冤 Oh Lord you have seen how I am wrong judge my case 他在这里他所提到的是 好像看起来 当时这样说啊 是不会实现的 And although he prays in such a manner it seemed as if it would not happen 因为当时那个时间还没有满 Because at the time it had not come to pass 他要等啊 大概还要等好几十年之后 If he had to wait he had to wait for decades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这种信心啊 这种相信 Yet we see the faith and the belief He had in Christ 他已经在这个时刻 已经讲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一求 好像说要求以后发生的事情 神要实现的事情 What is pleading He is pleading for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所以他在这里的祷告 已经开始向神来去祷告 求神来去伸冤 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And his prayer was pleading fo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所以他说求神来去观看 And he says In verse 63 他说求你观看 Look at their sitting down 看这些人啊 他们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事情 See what they have done on us 六十四节 神啊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 向他们施行报应 Repay them O Lord According to the work of their hands 当然当时是不会发生 没有这么快发生这样的事情 And these things have not yet come to pass 但是他已经讲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Yet he is already prophesizing of the future 他已经向神来去伸冤 他去求神啊 要这样来去做 He is already pleading to the Lord 我们看一节经文很有意思 他这样说 And let us look at a significant verse 我们看这个真言的二十章 Let us look at Proverbs chapter 20 二十二节 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Chapter 20 verse 22 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 你要等神 祂必拯救你 Do not say I will recompense evil Wait for the Lord and He will save you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很有意思的 这样的说法 So here tells us a significant saying 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的时候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我们要做什么 What should we do 他说你不要说啊 Firstly we must sit in silence 我们要做的时候 不要说要等候 We must not say anything yet wait for the Lord 因为神会做他要做的事情 Because God will do what He will do 你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就是 我们不要说 我们要等候 And our behavior should be that being silenced and to wait on the Lord 就好像耶利米这样 It is like Prophet Jeremiah 他是心里来去寻求神 他是忍耐等候 And his soul searched for the Lord He waited with hope and patience 他是独坐无言的 他不是说到哪里不说话了 He demonstrated and did not speak 这是他做的事情 And this is what he did 所以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也要这样来去做 So in our lives we must do the same 当然首先我们要避免 来去犯罪得罪神 Firstly we must avoid sitting against God 我们能够来去 好好的等待神 And we can wait on Him patiently 这是我从这个 耶利米爱歌第三章 所能够拿出来的一些教训 And these are the teachings that we have gathered from chapter three May God help us all And let us have a concluding prayer